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已经学完了 便利数组的三种方式 对不对 那重点是4H去便利数组 是这样的吧 那这几课咱们也会看一下 是便利数组函数的一种方式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不是真正便利数组的方式 只不过咱们在上几课 咱们学会一个H对不对 它可以移动指针 对对吧 也就是数组在格式上的时候 默认是指向当前元素有个指针的 它指向哪个我们就可以处理哪个元素 是不是这样的 既然H可以控制指针 那么控制指针的函数就有很多种 所以它可以通过控制指针的方式来处理数组 对吧 这种这些方式的不常用 但是有用到的时候 所以大家只当做什么了解的内容去学 也就可以 不用说重点去看这些可能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移动 柱组指针 我们先用先声明一个数组吧 这里边声明一个 比如说还是妹子 第三者有点不太好听对不对 关注 就是那个人 观众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吧 对不对 再来一个小四 对吧 再来一个小五 多写几个有好处 对吧 来 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我们可以控制指针 就是现在位置默认指向第一个 对不对 控制指针位置 来移动它 来获取数据 控制指针的位置 对吧 那我们现在这里边一共会设计到 哪些函数控制指针位置呢 看一下 这里边 什么叫数字指针控制函数 你看好了 这个概念 由于数据是由多比 那什么 就是多个元素合成 对不对 所以当程序需要运行处理其中某个元素的 所以 每个某个元素的时候 那会由数据中的内定的一个指针 指向这个目标的一个元素 对吧 以提供程序的正确的读取 那这几个函数就是指针控制的函数 前面让他说过了一个 前面让他说过了一个reset对不对 对 那看其他这几个有什么做的对不对 那分别看一下 这四个函数可以控制目前数总指针位置 nest 负负负责将指针向后移动 那有向下一动的是不是就有向上移动的 对不对 而他呢会将指针向术九中的最后一个元素移动 就直接到结尾 对不对 而reset呢 则将目前的指定无条件的移动到第一个 重新回到第一个位置 对不对 那参数都很简单 就是数据 对吧 就是数据 变量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处理了 都不用看守事 你看随便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可以用k这个函数 再多学两个获取到当前元素的键 可以用这个 获取当前元素的值 对吧 那我们首先获取默认指针 现在在哪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对 第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我随便起几个下标 这样的话有01的话 能够好处理 对不对 我这话都标上下标 这话2 就关联的话 咱们好多实验 当然所以不是不能做 对不对 3 这话 来一个 5 5 这来一个小5 可以看自己做下标 对不对 咱们这边跟直边一样了 咱们就是说是 就5吧 可以吧 来 看一下这是一个数据 对不对 我们先看一下当前的位置 输出 输出 当前的位置 是什么呢 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当前的对用P这个函数到了回R就能获取到数据当前的下标 默认是在第一个对不对 当前位置这块写上一个默认在第一个对吧 然后我这块连接一个值值是CUR R ENT当前对不对 还是这个数据对吧 一二 你看 我能不能把当前的键和值读出来 对不对 只要移动指针 我随时控制指针 是不是就能让当前的位置给移动了 然后我们来 TEST TEST 是不是one 我这是妹子对不对 one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怎么移动这个位置呢 你现在妹子想要他到读哪个第几个 读小色 读小色对不对 读小色我们有几个办法 要么要当前的指针 你看NEST 当前是第一个对不对 我用控制下一个是不是到这了 对不对 要么我再 下一个是只是到风格这了 对不对 再NEST $AR 是不是到观众这了 指针 我再用他下一个 $AR 那当前指针 是不是就到小色这了 那我们再来数数一下 是不是小色 对不对 那我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来获取这个 把这个去掉 因为这个我得写三个函数对不对 对 那我怎么办呢 你看 我可以 直接用END $AR 是不是直接到最后一个 对吧 对 再来一个 什么PREV $AR 是我只写了两个 对吧 根据位置不同 你可以选择使用的时机 那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是排着这个 那用这种办法 你看 不管现在假如说现在在第四 我想他重新回去什么呢 RE SIDE 到北 对吧 就相当于这光标在这 默认在这 你使用一个NICE 他移动一次到这了 再使用NICE移动到这对不对 再读是往下读吧 对吧 如果你使用暗灯的话 是不是直接最后一个 前一个是不是这个 那RE SIDE 是不是直接又回到这了 现在我对光明相对指针 就是这么移动方式 然后用CAKE和这个 就能会当天的值 当然你除了用CAKE和这个 会当天值的话 还可以用谁啊 EACH 是别的会当天呢 但是这个获取完之后 指针又走 用AH获取完指针又走了一下 跟NICE的像很像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指针控制 是位置的函数 总结一下 说哪些啊 NICE下一个对不对 PREV上一个 还有CAKE是回到第一个 ENDA回到最后一个 还有也谢一致 读当前的 但是他也走 他指针移动 跟这个差不多 是不是啊 对 K这是你看自己 我们这些学不少孩子 对不对 这个 获取当前下标 对不对 然后还有CUR NNT 这个 获取当前的值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 当然了 咱说这一部分内容 只是作为大家一个了解的东西 对不对 实际用的时候 用的真的不多 总之我开发做的年 PSP用到这几个还是很少 只是通常在讲课的时候说说 面试的时候 有可能会处理一下这样的题 实际用途不大 但是不是没有啊 只要是PSP提供的功能 都有人用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就算不会这个 一样可以写程序 仅此而已 对不对 那例子呢 除了咱课上讲的 那课这里边也有这样的例子 也会给大家考过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咱们这节课 咱们就见到这里 是一个了解内容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